今天论坛的主持人舒主委 还有ITF的业会长 对不对TV业 通关于协会 还有我们今天的 从菲律宾 台湾 韩国 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我想我今天透过一个整体的发展来做一个报告 先从这几个部分来讲 观光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刚刚那个舒主委 大概就从整个一个发展趋势 在亚洲 我们讲亚洲的这一块 我先讲一个穆斯林市场 我们现在在发展的一个主流市场 就是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市场 11亿穆斯林市场 大概穆斯林的人口大概有17亿人口 那在刚刚舒主委分享的一些数据资料里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一个观光产业 它的人口一直不断不断的增加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观光人口的增加 实际上它是一个经济的一个 等于说一个经济指标 因为只有在经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到 我要出去看看 是到隔壁的县市 或者是隔壁的区域 或者是临近的国家 那在这个部分 所以实际上今天在座各位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观光它绝对不是一个 它一定是始终在让头上 不会是在一个中断的部分 只是在这个让头上面 我们才发觉 全世界的现在目前 all one的观光人口 它大概是12亿 3500万左右 而台湾大概是在这个 我们大概以1000万来说 我们大概就是占了1.1%左右 也就是说在这个澳邦的人口里面 台湾只有拿到1% 这件事情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可是在亚太地区 它占了百分之 大概将近30左右 那刚刚就是 陈如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观光它基本上对于整个一个 世界各国大概 在整个产业发展之后呢 对于观光的重视度会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它在整体的一个GDP 大概占了10% 在 也相对的就是在于 工作机会上面 观光从业人员 它也会变成是一个 所谓任何国家 一个主要就业人口的一个 来源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可是我们也不可 忽视掉它的趋势 其实观光是一个高竞争 高挑战的一个产业 它绝对不会禁止不动 如果这一套 大家一套做了 5年 10年 20年 30年 实际上 可能会跟不上 而在这个趋势上面里面 不管是全球化 我讲全球化 其实大家会发觉说 台湾好像国际观光客越来越多 除了政府部门的行销 其实大家要发现的是说 从空中 大家已经从原来的 co-share的航班 现在是 一个sky team sky alliance 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航空 夜上面 在空中里面做了非常多的组合 而这样的组合 让我们以前可能觉得 今天某一个航空公司来到台湾 今天可能只有一班 要等要等到明天一班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可能一天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航空业的一个结合 他基本上 他不是一般 他可能是十般 他可能七十般 他甚至是一百般以上 这个趋势属于叫做整个空中的一个全球化 另外数位化 我想我们在这个数位化里面大家也知道 不管是你一个支付宝 这是付费的一个方式 可是当现在连消费者旅行者 他运用所谓的数位科技来寻找他的 组装他的产品 在座各位我想搞不好有八成以上 已经在用这个所谓的数位服务所提供你的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旅游产品 可是在这一个我刚刚所讲的都是属于科技先端比较前进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抓到 在这一个旅行者 12亿的旅行者里面 怎么抓到他愿意在台湾 如果一个Copy 哪里都看得到的东西 大家会想 我来过就不会再来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讲在地话 你觉得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台湾的优势是什么 台湾的一个基本是什么 那当然在这另外一个趋势 环境这件事情 我们讲观光虫大家一直讲无烟囱产业 可是现在的期待已经不只是这个样子了 不是只是无烟囱 他甚至在这个生态里面 他怎么样去做一个 不只是友善 而是在一个永续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趋势 那当然其实观光他是一个团体战 绝对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行业 也不是一个部门 他能够把他全部呈现出来 观光他基本上他是从 我常常讲旅行者 他想要旅游这一瞬间 服务就开始 那服务开始之外呢 他才产生的一个在地化的一个价值 底运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另外一个 这个产业经营的结合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叫公益旅行 他基本上我不是只是纯旅行 我还做一点点所谓的社会公益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大概就是目前一个趋势 那相对的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东南亚市场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也在跟大家分享 实际上为什么政府现在要做一个所谓的新南向 刚刚苏主委也分享过一些数字 那在这个整个一个经济成长 陈如我一开始所提的 经济成长到某一个趋势的时候 其实观光产业是会整个冒出来的 他是会非常蓬勃 其实我们先看30年前的台湾 我们先从政府部门的观光主管单位的部分 他原来都没有观光部门 慢慢他从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地方政府一个观光客 从一个客来成立 这个客成立呢 刚开始他可能是任何各部门把一些人就是组合起来 可是变成一个处 大家包括现在观光局 为什么 因为到某一定的一个程度 经济一个发展 以前可能重视是农业重视是工业 可是现在观光的一个发展 大家已经不容忽视 所以慢慢他的位阶 以政府部门来说位阶是已经是提高 经费也可能慢慢溢注进来 可是所以还是要回归到说 这一个整个成长经济到一个一定的部分 观光真的观光财不能忽视掉 这大概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而在这个部分底下我们当然是讲 我们有所谓的一个主力市场 在这个主力市场也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很成熟的一个市场 可是我们不是一个成熟市场握住了 就没有再做一个往前走 那在这个成熟市场之外一个叫新兴市场 另外一个是发展中的市场 所谓的发展市场 因为观光的部分也不是做一年两年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成绩出来 它是必须要做一个开疆辟土 甚至是要一个长期的经营 那当然还有一个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分享 一个叫实际市场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那当然刚刚我诚如在说一个交通运据之外 实际上空中的一个结盟 怎么样以台湾海岛国家 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交通工具 把国际旅客带来台湾 那除了飞机 当然我想游轮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容小叙 然后另外在整个一个旅游 我想从将心比心 我一直认为说观光我们要先从将心比心 我们自己从自己当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到对方需要什么 我们从那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 可能会接近旅客的一个满意度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我们从最早 台湾大概30年前 我们大部分自己也是团体旅游 可是现在而今现在有多少的自由行旅客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旅游形态 它也是一个转变 而这转变里面呢 当然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个因素 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那针对新南向的部分 当然一个所谓的便捷性 只要觉得免签 我只要刚好有一个三天的假期 在一个非常短的假期里面 我用时间 应该是说我用金钱来换时间 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会想到的可能是三个半小时的航程 用免签 当然就是买到机票就走 所以大家在想这个免签 不管今天大家在讨论什么 可是会讲免签的诱因的确是有的 因为他当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很短很短的假期 他很想离开他现在的工作场所 他想要去take a vacation 免签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航班非常的密集 他其实他到那个地方的可能性 就会变得非常高 那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在做一个永续观光 发展策略里面 当然要会从一个比较大的策略 跟一个小战术 那比较大的策略里面 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国防局大概也先做了一个 所谓的忠诚的一个计划 到2020 Tourism 2020 所谓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大方向 可是实际上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称为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款 那在这个基本款里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安全安心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刚有讲说有一些叫做时机 所谓的时机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就是讲 包括免签 可能是一个诱因 可是也有可能是一个旅游事件 或者一个时间点 这些都有可能是叫做我们的一个timing的部分 可是那个的操作绝对不是一个观光 长序的永续的一个操作方式 可是他却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在那个timing 可以抓到一些属于我们的一个旅客的这一个可能因素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市场是非常多元 今天在座各位 在抓我们以一个业者来说 你不可能全抓 所以必须要做定位 而在定位里面 从我刚刚之前所讲的 不管是你在一个特色上面 或者是你自己在整一个所抓的一个主轴 我们常常讲 现在假设一个新南向 穆斯林的一个友善环境 我想大家应该也理解 不可能是全台湾全国 全部每一个都投资做这样的一个设施 他基本上是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客制化的 所谓的优先 可是在这优先底下 优质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 我们也可以把观光成为一个 他绝对不是一个买空卖空的一个产业 我讲的买空卖空的意思是说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 结果他发觉他来到这 他有失望感 那那个叫做负面行销 因为他会带回去 说that's all 也没有怎么样或什么 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 他基本上观光 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叫做要超乎预期 不是过度期待 我们今天一个观光业者 我们要做到的是让消费者到我们这的时候 哇 比我想的还好 比他又收到什么 他愿意 这个就是叫感动 这个部分 那所以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多元市场 我所要说的基本款 安心以外呢 超乎预期 也就是说最佳的服务 服务是基本款 可是他却不是一个吸引你一定要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有因还有动机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是台湾目前的一个 我们大概一个主要的一个客源市场 国际旅客的一个客源市场 大家可以参阅 不过在这一个部分底下 我刚刚也提到 除了空中以外 邮轮市场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不过因为台湾受限我们目前的一个港口的部分 的确也没有办法说每一个县市他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游轮市场 因为他有他的特性在 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一个所处的位置 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便性 那在这个部分 在他基本上一天这一天 你能够会让大家所谓的一个惊喜在哪里 还有好印象在哪里 那刚刚也提过穆斯林有17亿的人口 那在这一个部分底下 其实友善环境的一个建立 大概已经不管是在餐厅还有环境的这个部分 我知道不管是政府部门或者是业者 大家当有要抓这个要吸引穆斯林市场的 大概大家我知道大家已经都使出了浑身解离 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们最重要的是假设我们今天他只有四天 在桃园机场下飞机 或者高雄下飞机 或者台中下飞机 我刚刚有提过将行比心 当他只有四天的时候 你要做八天的事 很多东西就会稀释掉 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们就要思考 假设只有四天 他下飞机的点是在哪里 接着我们要怎么做 这个事情我想大概也是想要跟各位分享 那在这一个部分 我知道大家在另外一个 我想陆克 刚刚苏主委所讲 少了百分之四十 在大概已经一年多以来 其实我讲观光的业者实际上那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变动性是很高的 大家在碰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市场刚好的一个转移 我知道大家已经准备了 那当然还是也需要我们观光局 跟大家一起 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一些新的市场 跟已经发展很成熟的市场 怎么样去把它做得更大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让大家方便 我刚刚讲数位化是一个趋势 怎么样让国际旅客 或者我们国民旅游的旅客 怎么样它是非常的方便 也许一卡到底可以畅行无阻 这个部分是一个目标 可是实际上也是在进行中的进行事 那在这个部分当然活动 其实观光的确活动是属于叫做 刚刚就陈如苏主委所讲 台东热气球 其实为什么会做出热气球 应该是说 因为台东对光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说 他是一个 只认为台东很漂亮 我随时都可以去 没有诱因 那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诱因 那所以热气球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 那在这个产生里面 实际上它的特色因为清晨黄昏 让大家重新在台东的停留时间变长 可是大家最后喜欢再来台东的理由 绝对不是只有热气球 而是当有第一次的结缘之后 观光业者的一个接待 以及各乡镇相关的一个配套 做到位 让大家好感度增加 才会发觉 哇台东是我一个休假点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观光局会整了全国 或者国际性的一个活动 我还是要回归的是说 这些活动只是一个影子 让大家觉得说我想来 可是最后还是要回归一个团体赛 团队合作 那在整个智慧观光里面 的确我讲 他是一个可以做一个分析 最快速的分析 跟以及我们能够理解 今天消费者 他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做一个 Database 让我们去做一些观光策略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也针对整个一个Big Data 所分析出来的部分 能够才只是说 我们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行销 可是在精准的行销里面 还是要回归 我们实际的一个观光策略 那在另外一个 刚刚讲一卡到手 畅游无阻这个部分 大概大家也参阅 不过在后面 我想要跟大家再分享的一个部分 就是刚刚也提 大概我也提了几遍的 就是在地特色的打造这件事情 当然观光局这两年是用Mick Carlos 在TVA就是台湾观光协会 到世界各国的一个旅展 跟一个行销 不断的把台湾最精彩的观光元素 去做一个行销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那在各个区域 我想就是要回归 当这样的行销出去的时候 大家回来看到的 应该还是要超乎预期 这个大概是 那在整个观光局 针对的这一块 今年生态旅游年 明年海湾 其实台湾海岛 实际上我们就讲 我们是海岛 可是我们常常的确 我们还一直没有善用 我们这个海岛 台湾之美 我想大家知道 台湾的美丽是在于 你只要开车 刚刚苏主委是 骑自行车来体验台湾 如果今天是一个开车 不同的一个海拔带 从两个半小时 大概会可以从0到3275 它就可以很丰富的一个 不管是人文 自然 全部都有 可是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 台湾有这么美 可是我们如何把台湾这么美 全市出去 这个大概是我们观光局 跟在座的好伙伴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起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分享 除了这些照片参阅以外 其实我最后还是想要 跟各位再讲的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台湾 变成一个旅游重要的目的地 在这个成为一个 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的这一块 其实它最主要的是 台湾是一个hub 其实它的机场是一个很重要的hub 很多人是从台湾做一个转接 所以观光局现在其实在跟一些周边的 包括香港 或者是除了游轮菲律宾香港 做一个结盟以外 一层多站 也就是说今天假设 欧美人士搭着飞机到了亚洲 他如果延伸一个多小时或两个小时 可能可以到香港 也可以来台湾 做这样的一个延伸 那这一个部分其实等于多点 大家一张机票又做一个小延伸 他就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 再去体验其他的不同的一个观光形态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也知道 常常讲台湾最最美的风景是人 可是人这件事情 我还是认为他叫做基本款 观光他是全面的 不只是人 他还需要有很多的在地特色 甚至一个底蕴 这个部分 所以在大家所看到的 我们的目标之后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 台湾三万两千公里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的面积里面 其实从以台湾扩散 在这个部分底下所涵盖的国家 其实这个都可能是我们主要的市场 一个飞行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八个小时 甚至我刚刚讲一成多站 十几个小时的欧美 我们以这样的来画 当然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大概也画出了你自己 你的市场在哪里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很多的效应 我讲就像一个活动 他基本上他只是一个印子 他最后还是要回归 我们怎么样 等于借这个活动 借这个力 使出你当地的一个魅力 在这个部分底下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整个一个 目前观光 我们大概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你会发觉说 连工部门 这个平台就已经非常大 其实大家只认 对观光的一个大家的期待感 其实很高 因为就觉得说 观光是一个 刚刚讲 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那在全球趋势里面 他就希望观光以前 我们可能就说旅行 旅速就好了 可是我们甚至希望交通业 还有伴手礼 一些种种各行各业 都希望大家都对观光的期待 都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其实这一页 刚刚已经在被提醒时间 不过这个我应该可以在这个里面完成 一个是我讲基本款 观光的基本款 刚刚也讲安全服务 就以一个旅馆来说 我们希望 纵使是一心 其实很多年前我去瑞士之前 我说我想要住宿 他的差别在哪里 他说我们的差别只有设施 里面这个旅馆的设备的一个不同而已 我们的共同就是安全卫生服务好 这些都是叫做基本款 他只是在于是说 我有没有收纳 我有没有SPA 我有没有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有一些基本款 那量身定制 量身定制就是依据不同的市场 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量身定制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 我们等一下的羽团人 有来自菲律宾 泰国 Korea 我想 这三个国家 他基本上要量身定制的一个 不管是游城 他的一个所谓的住宿条件跟接待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部分 只有更精细的一个量身定制 他我们的一个整个发展才会更多元 另外定位是国内跟国际赛 也就是我们今天一个业者 我是要国民旅游 或者是要国际观光客 不要全桌 因为全桌在引擬的一个小小空间里面 我讲的是说 要做团队竞赛的底下就是说 我们互相支援 一个backup 在这个里面呢 基本上就很让 就容易让自己抓到一个核心 那观光呢 我讲是高挑战 常常我讲说 一个活动如果办三年 其实他真的没有怎么样的变化 他应该要往前走 他要想在消费者的前头 我们没有办法一祥情愿的说 我办这件事情大家会来 你要想到的 怎么样的人会来到这里 所以他是一个高挑战 他是一直在ru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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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让我们的脑一直一直在转 所以呢 站让头这件事情 是我们如果我们在观光业里面 我们是必须要面对的 我们的脑袋真的不能停 这个大概是 那再一个我就讲团体赛 因为坦白说 这两年观光我们有面临一些 比较严峻的考验 我们现在的时机有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要再 要跟在座各位 我讲团体赛是说 已经成熟发展的市场 就可能由业者 主要的我们大概 以观光局来说 人力大概就是我们 我们的是会做一个所谓的 一个支持业者在成熟市场 一个新开发市场的部分里面 开发中市场 我们会花更大的就是一起 包括连辅导 跟大家一起来做 脑力激荡一个群共识来做 那实际市场就是我讲的 其实一个旅游事件 一个或者是一个方便 就是我想像免签便利性 他基本上这个timing 他就有可能 另外汇率他也可能是一个时机 要在这个一个短程里面 那新兴市场 其实观光他是多元服务 他有团体的需求 他有一个自由行的需求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有一些我们是要扎根 我们实际上是不放弃任何的市场 这个大概是 那主角 我讲说 谁是VIP 其实我们不管是办活动 或者是我们在抓我们的市场里面 要知道 其实参与者就是主角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所想的都是 好像就是行以如意的一个活程 像常常我们看到一个观光活动 还有摩采 还有什么 其实观光活动是要回归 来旅游的人他要的是什么 直接切入重点 应该没有很多的致辞 或者更多的一个部分 他要回归的他要看到的是画面跟enjoy 所以在这个我的报告里面 再先做一个起一个头 我想等一下一定有更多的鱼潭人 他会分享他们的一个市场 在这个部分底下 又等一下有一个QMA 我们再来讨论 那今天谢谢